DOTR WANG, 你知道年輕人幾十年來都是這樣的 六七年代, 或七八十年代 都是這樣的脾氣 跟現在是否不同了? 還是所有環境都造就了一個不同的年輕人? 我自己在某程度上覺得 一個人的變化, 即是說生理變化 應該跟現在跟以前不是差很遠 我們說以前, 可能是二十年前三十年前 照計不會差很遠 但我們怎樣看一個人 怎樣看一個人 他的interpretation of這個人 其實都是受他周圍的環境影響 例如, 剛才錄影前, 幾十年前補釣的事情 以前會否有這麼多人關注社會發生甚麼事? 可能是未必的 因為大家都不理會這麼多事情 有飯吃就算了 補釣那些不關我的事 他們弄了他們的事 他們不用找職, 隨他們弄吧 但現在我們看這群青少年的行為 再不是說, 他們隨他們弄吧 我吃飯 不是吧 我們大部份香港人是比較富庶的 當大家富庶的時間 看的東西或關心的東西就不同了 所以可能, 所謂的訂磚或以前的補釣 都是一些激進的行為 但因為我們看的人 自己的生活又不同了 自己的環境又不同了 自然他們去演繹這個 所謂的青少年行為就會不同了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